好有一个重要的讯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这个是基隆城市半马马拉松的10月6号确定要起跑了 那从10月5号就是明天 明天礼拜六有很多的路段要实施一些交通管制跟路段的封闭 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 所以从明天上午8点开始有5个路段禁止 路边停车包括中正路南向中山二路北向流浪头到外木山这个渔港间 还有中华路北向文化路文明路潮湖路一段中华路到外木山渔港的双向 这是停车的管制 那另外呢有路段的封闭 就是在活动当天就是礼拜天礼拜天的上午5点到8点 那么有封闭市区的中正路中一路6点30分到9点半封闭 中山二路中华路中文化路上午7点到9点封闭这个外木山文明路 湖海路那么港西街全程自上午的5点到11点进行封闭 好提醒大家要参加这个基隆城市办程马拉松的 要多搭乘客运跟台铁早班的列车抵达现场 这个如果大家需要更多的资讯的话 那么搜寻脸书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好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 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就是最近大家都会发现几件可怕的事情 可能就是觉得NVIDIA的股票为什么狂跌 其实除了NVIDIA之外 Nike的股价也曾经就是大跌过 那大家都会问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像我们最近有在跑步的人 一直发现很多人已经不在讲说Nike阿迪达斯 都会告诉你说下一个跑鞋不错 Holka 那我也是听我的跑步的朋友告诉我的 另外一个on on的 但我也觉得年轻人都很喜欢知道这些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些大品牌 营收下跌 执行长换人 股价重挫 之后他们做了什么动作 还是他们之前做错了什么 之后要怎么弥补 那这些小众品牌是怎么样一军突起的 那这个当然对台湾代工市场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到底大品牌 为什么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它的占有率 而这小品牌又要怎么样的能够崛起 大约讨论 好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也要跟大家来聊聊10月份的居家风水了 那很多人当然很关心了 这个9月份其实事情还蛮多的 我觉得每次在回顾都蛮好的 因为日子过得很快 像费用就跟我说 云芬姐 马上就要10月11月了 搞不好很快就过年 也对 日子在过 那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上个月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就觉得事情好多 这个月有什么要提醒的 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提点 然后一样会有一首灵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下楼 好 然后这个台风过去了 好 那很多人都很担心 就是会不会带来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阵雨 或者是雷阵雨 好 那另外还有就是在中南部 的确还有很多这个负灾的工作 要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特别是这两天我觉得蛮难过的 还有看到这个除了灾情之外 那么医院 医院在这个电线走火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病房其实也藏了很大的一个危机 也看到很多的护理人员非常的辛苦 背着病患那么下楼 然后来这个抢救 所以真的现在看到的问题真的是蛮多的 那整个的一个灾后 灾后有重建的问题 有很多的政策需要检讨 还有呢 电线的一个问题 以及电价涨幅的问题 一波接着一波 日子每天都在推进 而这些事情呢 都要我们多多的去关心跟留意了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 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之前我们在AI之前 其实有谈过一阵子元宇宙 元宇宙也带来大家很多想象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元宇宙 大家又笑他说像观洛英一样了 然后这个不切实际啊 这个现在大家都不提了这个元宇宙 但说实在的 这个连脸书都改成的这个Meta了嘛 那现在又看到了 又看到Meta的创办人 兼执行长 祖克勃他的财富增加了 好 根据这个Bumber 他的亿万富豪指数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祖克勃 对元宇宙的一个压注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 嗯 蛮有前瞻性的 后来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失策 可是没有想到 在最近这几个月 他又翻身了 他翻身的一个关键 就在于Meta公布第二季的这个销售 由于预期而且呢 他要开发AI聊天机器人 他这个已经有做一些大型的语言模型了 所以股价呢 在这个最近呢 已经大涨23%了 所以呢 他礼拜四也收在历史新高的一个价位 股价涨 当然这个祖克勃的身价也就涨了 所以他就再回到全球第二大富豪的地位了 好 他也超越了贝佐斯 所以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同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好 台风的讯息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这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 他说呢 今天凌晨5点30分呢 已经解除了这个台风山坨儿 那么他在海上路上的台风警报 但是也发布了热带低气压的一个特报 那有一些这个县市要防 这个请大家提防一下这个大雨或者是好雨 好 这个八个县市要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这是热带性低气压的环流的一个影响 像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台东县 这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雨的 那宜兰花莲双北 好像新北像双西啊地区啊高雄屏东啊 都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机会 要特别留意一下雷吉跟强阵风 那因为连日都在下雨 所以山区呢要沿防有摊坊 落石跟土石流 所以大家进入山区或者是河川活动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另外呢就是台湾附近的海面跟离岛还是有长浪的 所以还是要避免去海边的活动 好跟大家提醒了 就是这个虽然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了 可是说实在很多地方低洼地区啦 或者是这个山区啊都要再提防一下 好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提过 这个山陀的台风啊真是伤脑筋啊 他这一次啊这个袭击台湾之后呢 那么在南北都发生了 医院的一个火警啊 那屏东的安泰医院的火灾 甚至还传出这个死亡的一个案例 那接着连基隆长庚也传出来机房起火啦 那当然就是所幸是没有人伤亡的 可是说实在的医院的公共意外事件 真的让大家触目惊心 那现在也有这个这个阳明交大 那么医务管理研究所的兼任教授也有分析 他说呢医疗院所常常会有失火的原因 大概都是跟用电有关的啦 那医院有家属还有看护 这进出很频繁管理是不容易的 那如果电器不当的一个使用 这很容易会出现这个电线走火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有一些医院啊 引进一些新式的仪器 那你这用电负荷不符合当时建院的规划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一两年重新盘点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你看我们房子如果老旧了 大家要翻新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管线 这个电线是不是要换 因为你当年在盖房子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 这个管线可能都是比较细的 或者是不只符合当时的一个需求 可是你住了20年30年之后 你要翻修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大型的加点 如果串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一些压力 那病房更是如此 医院更是如此 所以这一次也让大家看到了 这个以后的一个预防措施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 也有跟大家提过了 就是电价涨价 所以也带动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蠢蠢欲动 可是除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之外 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这个医院 医院也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了 医院就说 这个我们电费涨幅啊 这个比烟草制造还要多 这真的是救命的 比不上卖烟的 这句话其实非常清楚明白 让大家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因为经济部其实在上礼拜一 就宣布从10月16号开始 那工商工商业的电价涨幅14% 那如果中大型的医院啊 百货公司旅馆啊 有一些可能是有艰困的产业 可以减半是7% 可是一届团体就炸锅了 他就说这个卫福部有讲 他说明年都不分医疗等级 都不会编列预算来补贴电费 但是有医生就开始这个骂了 说烟草制造业都享有电价的优惠 那医院却没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医界的诉求 当然也就得到了政府的一个回应 所以电价的一个上涨 就有比较大的转弯了 那所以要请台电 恢复烟草制造商的一个涨幅 然后呢 医院诊所餐厅花冬旅宿动涨 那当然相关的一个 还要请这个委员会确认 所以这真的是要提出来 如果不提的话 真的就是挨打了 好那当然他们也有人出来说 谢谢政府重视医界的财务任性 好那要健康台湾 不要沦落到烟草台湾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两天我们有跟大家提过 美东这个码头工人罢工 那当然就结束了 结束了 那劳资双方呢 暂时达成了 同意加薪62% 哇这比例出来的时候 也让我吓一跳 那这个契约延长到明年1月15号 好那当然今天这个消息呢 也也让大家谈了 就是说有那个投资人都说 哎呦这个万海跌停 淹死一票水那个水手了 然后呢 常文也翻倍了 然后阳明也是也是也是跌的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一个担心了 那他们就说这个海运股啊 这个沙碟停啊 真的太凶狠了 万海之下水鬼冤魂啊 海运最后的逃命坡啊 那请大家一起陪这个航运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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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溺水了 水死水死又淹死一票了 好这就是因为这两天我们台股休市嘛 那休市之后因为国际新闻蛮多的 所以今天大盘其实早盘的时候 我还看开红啊 跟昨天的政策性喊话是有关系的 不过现在目前看到还是大跌 130多点 我们待会一点半 就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台股的状况了 好这个NVIDIA 那么很多人都很关心啊 就是黄仁新到底卖完了没有 黄仁新卖完了 但是呢有他的董事 还有继续在卖股票的计划 都涨这么多了 而且他股票很多 所以可以一直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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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半了看看台股的表现 这虽然这两天那个台风价 我都有在现场陪伴大家 不过刚刚熊熊还会觉得说 今天是不是礼拜一啊 今天礼拜五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台股休市了两天 那么今天开盘当然可以想象的是不太好的 可是比我想象中的好 好今天的台股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永城头部的分析师李淑芳 淑芳您好 云芳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其实这两天国际股市啊 哇真是翻云覆雨的好多的事情 包括这个政治的风险 还有这个美股啊 很多科技股的一个下跌 不过今天台股我觉得还好 对其实在今天里面的中场台股股市下跌 大概不到100点 那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跟台湾相关性最高的 暂时数全值很高的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我们放假的时候 ADR是涨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挥达 挥达在我们台湾里面来讲的话是涨的 所以就是说美国科技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在这一次我们的放假期间的表现 是比道雄好得多 那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可以稍微去多留意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个叫 被动型基金叫做 亚洲新兴市场的资金 亚洲新兴市场的资金 最近里面大家知道吗 不开张就不开张 一开张就吃三年 就是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大家知道吗 它现在今天的一个高点 已经过了111年的高点 也就是说 那如果说你的大陆股市这么的强 那你亚洲新市场 那个被动型的基金的资金的比重 的时候就会分过去 所以我们的台北股市会比较弱的原因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这个大陆股市它终于这一次 不跟美国正面打了 它是用发消费券的 这种方式学往台湾发消费券 所以它11住行的预乐 就是靠他们11人口的那些行 真的是有一点帮助 如果你纯粹打所谓的科技战 我觉得它会输 它不会赢 那换句话来讲 中国大陆股市这一次狂飙之后 应该还会有个拉回点 这是投资朋友稍微留意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长期存在大陆股市 大概就是每涨10% 卖1分之1 每涨10%卖1分之1 现在应该是卖2分之2了 因为现在是涨20几% 卖2分之2 甚至我们台湾今天有个新挂牌的 跟大陆股市有关系的涨了 大概40几% 我觉得那是有点超涨 跟镜子上面比有点超涨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里面 大家自己要去注意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一档吗 就是有风中国 有风中国今天涨45% 我的意思就是说 自己大家好在追逐 虽然它很低价 可是叫00887 那你要注意它的性质上面的问题 这有点点超涨 我就觉得说台北股市 你觉得它溢价很多了是吧 有点溢价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最近里面 有点投机的气氛 像整个一个中概个股里面 去涨淘宝 掏地 去涨利益房 这一种 不是说不行 但是毕竟他们的财务结构 还没有这么的好 那你就做短就好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下个礼拜的重头戏 一定要注意 是鸿海50周年 这个50周年的意义 而且它第一次邀请 国内外知名的CEO 要到它的延长 这个是邀请制在10月8号 再过来10月9号 就是你要来你就来的 那在那边它的重点 大概就电动车跟AI制服器 那它可能会讲 GB200要正式性的出货 那重点就是黄仁勋会不会来 那黄仁勋要来的机率很大 所以我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说 我以前都推荐台积电 我后来就我觉得 可以买鸿海的原因 就是因为GB200 它是最大的份额 11月份出货 11月份它开始就是取货 认证 12月份出货 那零主件就是10月11月就要开始了 那所以你看在今天的散热双雄 就七红跟双红 是回答认证的水冷供应链 也开始涨起来 所以GB200的供应链 要稍微留意 那中概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可以买 但是请选择真正的中概个股 而不是投机的 低位阶的 这低价的 这样的话就不一定太好 那我觉得原物料的个股还是反弹 原物料的个股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比如说硕化个股跟钢铁个股 我个人的想法 虽然它是中概个股 但是目前的中国呢 它只是刺激性的消费券 它并不是一个长期上面的GDP的一个成长线 但最坏的情况是过去 那大家可以稍微留意大概这几个变化 那中国大陆的11住行娱乐 就是汽车概念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也可以稍微去在长线上面去做留意 那你救一救水手们吧 这个货柜三雄产兮兮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是整个这一阵子以来 最难做的就面板跟货柜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会一下面板就讲面板扇形封装 可是面板扇形封装到2027年才会出来 然后开始讲货柜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你买股票就是在压红海事件 在压什么罢工事件 我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看这一次的暴跌跌停板 是不是就是说 既然罢工事件一下子就要落幕了 那就很无聊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买这个事件 那今天是破线 那你该买 而且你消息没有不利 可是如果你是买 它被高股息的ETM纳入 因为它的殖利率很高 它的第三季财报 加上第一第二第三 大概以长红为例 大概有60块钱左右 殖利率很高 那你不是越跌 殖利率越高你越应该买吗 所以我觉得货柜个股 就是报到第三季财报公布的时候 如果你是买殖利概念个股 但第四季可能就要下去了 那这两个类型 像面板跟货柜个股 我觉得都应该相紧操作 会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我刚看到那个罢工的一个讯息 他直接就给你加薪 对不对 加薪62% 资方你看愿意加薪这么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买消息 买消息真的很不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之中 里面来讲话 如果说你是选择长龙 这种属于高质率的概念个股 那你就注意一下 那这种个股上面 如果他公布第三季财报 力多还不涨 那要不要有 就有一点问题吗 那你甚至连空中飞的也一样 那空中飞的就长龙航 是高股息的ETF 对不对 那我觉得如果有高股息ETF的 那你还是可以去做留意 但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航运个股里面来讲话 就跟我看面板个股 你说短期要喷喷的速度上面而言 几率还是比较低一点点 那只是一个殖利率的保护在这里面 了解了解 好非常谢谢我们永成投顾的分析师 李淑芳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淑芳 谢谢 好我们看到刚刚加卷股价指数 已经收盘了 那么今天说实在的 这个大盘在 今天还是有利手季线的一个感觉 那指数收在22302.71点 下跌87.68点 成交金额是4022.52亿元 刚刚我们有跟鼠方在分析了 就是不要只看题材 罢工就很快就结束了 另外中概股 因为大家都在压保 也有溢价的一个状况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好欢迎来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Nike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不管是Nike发生事情 阿迪达也发生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NVIDIA跌 Nike也曾经大跌过 那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先好好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而且运动鞋 不但跟你的生活 我的生活有关系 其实它跟台湾的代工产业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了 先欢迎一下我们金周刊的主编 罗志盈 志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周刊主编罗志盈 好这个志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这个运动鞋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也就是Nike大跌 跌到让大家都觉得措手不及 就是会吓一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 其实是因为 这一切大概是今年6月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财报年是以6月为基准 那他们公报了他们这一年 2024年的财报 所以他这一年的财报 就让他有点哇塞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今年的 今年的营收总额是514亿 应该说去年啦 去年营收总额是514亿 但前一年是512亿 所以他才成长了2亿 所以他过去在过去的所有的财报里面 他都会公告说他年成长了多少 然后还有在中率 就是汇率中率的中率的情况下 成长了多少 今年直接不公布他们成长多少 直接就讲说 他们今年汇率中率是1% 但事实上我们我们实际拿数值算 他的成长率才0.4左右 这个是跟他疫情期间的衰退来比 就是他过去的人生60年以来 最惨的一次 这是为什么他们从今年6月股价 就一直衰落一直衰落一直衰落 一直到就是 对前几天我们在放台风架的时候 就是Nike已经进入了 他们新的这一季的财报 但这季财报当然也不好啊 还蛮惨烈的 他们这一季的财报在两三天 就是10月2号公布的时候 其实他们大概下跌了13%左右 就是季对季 其实也是蛮凄惨的 所以从今年6月公布的年度财报 年成长就是让大家跌破眼镜 之后他这一季也没有太多的起色 所以他的股价就今年已经掉了 大概20%几左右 天哪股价也大跌 然后也跌掉了一个执行长 是的 对啊你这业绩这么糟 你还能够坐得住吗 是的 可是我觉得这故事真的是有点难解释 就是说Nike其实是一个 大家都蛮熟悉的品牌 那我们也很意外 他就是在这一回合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其实已经就是很多人在讨论 从今年2024年开始 就是从1月开始 就是美国的媒体像花街日报 或是Fortune都已经不断的在检讨 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们从就是去年开始的这个财报的指数 就已经就是有点开始出现 好像无法成长上去 所以大家普遍的普遍来说 就是大家观测到的几个重点 最重要的关键其实是 从大概2017年开始 Nike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通路策略上面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关键 他要供电商对不对 是但是这个 因为他说的其实是自由通路 还包括他一点点的自由门店 但是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电商 因为电商的话 就是他可以直接把货品卖到网路平台上面 就是不同平台 比如说Amazon或是Best Buy 这种类型的美国的这种购物网站 像我们的PC和混混混混这种 他把它直接从总部供货给他 但是他这个通路策略是17年开始的 所以其实也一阵子了 这个策略其实是 他后来的影响是一直到了现在7年之后 我们才发现有些剧烈的变化 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策略是想要自己卖 简单讲自己卖感觉赚的比较多 他们这个策略上 所以他们过去大概全球有三万多个销售商 过去是直接跟Nike拿鞋子 拿货的 那这些通路上他们开始进行通路策略 他就是想要把货品开始导向购物网站 所以他就开始调整他的供应商策略 他从全球三万多个调整到大概只剩40个左右 全球也就是说现在像台湾很多的供应商 他是要跟这种亚洲的一级供应商拿货 不是跟总部拿货 所以他中间这个利润就出现了一点落差了 但是他这个调整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 顶多大家只是就是哀嚎 就是台湾的我们也有问到台湾的通路上 他就说以前就是没办法就是Nike 你能拿他怎么样 他要这样我就只好忍着 难不成不卖他 但是他这个历程下来之后 确实很多 因为其实很多鞋子的品牌的销售卖店 他卖的不是只有Nike 如果我Nike不好拿货 我就开始卖一些新的牌子 对不对 但这个是有道理的 所以在疫情开始之前 17、18、19年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调整 就是即便大家整个供应链都 不是供应链 它的销货量 销货经销商都已经就是哀哀叫 但是好像也都还撑得过去 但最大的差一点是开始在于疫情开始 疫情开始之后 他们就发现电商这个 因为铜炉通通都卖不掉 实体铜炉没有人啊 当然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把 当时货品就说好在有电商这个铜炉 他们已经打了前几年的基础 开始把货往这边倒 倒到了电商开始卖 当电商开始卖的时候 当然也是灯光美气分架 刚好打中大家的需求 当时大家也不能出门嘛 网路购物最快乐了 OK 所以他当时在购入的时候 就成长了很大一波 所以他在疫情开始 2021年 虽然小幅下降了 就是所谓的负成长 因为当时大家太害怕了嘛 但是很快的在隔一年 大家就开始在讲说 就是讲座健康啊 就是大家想要开始运动啊 那时候那一波的大成长 也就是说他在 21、22年的时候 来到他史上就是成长非常大的情景 他那时候原本的全年的营收 大约是300多亿美金 他过了这个坎之后就突破500亿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那可是这个成长 其实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电商销售的 本来听起来是一个数位转型超澎湃的故事 对对然后我觉得他他一个策略就是他太依赖那个电商了 然后实体的那个那个电并当中 他就把他的那个鞋子都下架 然后下架空了以后 那那我要卖鞋怎么办呢 我就把后卡放上去啊 就真的是这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他的故事也差不多真的是 就是具体而为的缩小来说 还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但他有一个差异点是说 他有一点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听起来很棒的数位转型故事 所以理论上不是应该变成是翻倍翻倍的成长吗 但事实上并没有 他很快在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今年是514亿嘛 之前的512亿 这两年卖的就是爆表的多之后 他瞬间进入了就是好像吃了 就是打了兴奋剂之后 就是突然出现的极度微米 完全就是零成长的状态 他这个问题点 其实我们也都在探究 但是外媒其实我们看就起来 我一直想说电商策略真的有问题吗 因为我长期以来都是跑电子商居多的嘛 对 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结果我们就去问了专家 好 待会跟我们讲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说电商应该是不错的 实体大家都越来越示威了 你待会怎么观察 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金周刊的主编 今天罗指引来谈一谈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电商就快速的变现 那你实体又可以看得到摸得到 像我的话是请下后者 那可更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为什么会让这个Nike 由从云端然后跌落到地域 是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 那我们就探究起来 但发现外媒在谈论跟评论 就是Nike坠落的时候 多半都要讲他电商策略 这件事情有问题 但是讲的也不够细 那因为台湾长期以来 其实我们电商也犯货约嘛 所以我们就去问了 就是厉害的电商的教父 我们就去问了 9EAPP的董事长何英奇 因为他长期在讲的 就是D2C这个概念 D2C也就是所谓的品牌商的 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这个概念 我就问他说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那他就跟我讲说 就是大家都在检讨说 Nike的电商策略有问题 但是我们从实际的成果 就是他最近五年的财报来看 其实财报的状况很好啊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原本从300多亿成长到500亿 他就说以Nike这么大量体的企业 他到底要有什么样的通路 什么样的策略 他可以有这么大成长 其实你可能想不到第二个 好像很有道理 我说那可是问题是他现在不成长 难道这个电商 他就像是兴奋剂一下 吃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需要推迷一阵子吗 这样好像也不合理吧 这也对于企业永绩来说也不合理 那当然何英奇也非常坦率跟我讲说 这也是重点是他很常见 就是也就是说品牌商在进入电商的时候 很容易吃太多 吃太快中毒了 他说这个中毒的情况是 他们在这个业界里面很常见 意思是说电商他这个通路 他跟实体的通路不同 是他很适合做快一点的行销方式 对因为他马上就看得到数字嘛 那因为电商的环境也很容易陷入折扣 但是如果你是品牌商 尤其是Nike 因为他的鞋子 你说鞋子要穿才知道吗 那为什么Nike可以买那么多 因为他找到一个重要的方法 叫做复古风 他最近几年全部像是Air Force 或是Dunk 或者是Jodan 这个系列 不断的复古回归 复古就不是讲究书师 而且我觉得你的报导当中 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那个Nike 现在董事会成员当中 其实科技人很多 对那真正做鞋子的人 就像你刚刚讲过了 真的知道我要跑 我要跳 我要什么山里跑的 或者是我要哪里去的 可能功能性会比较重要的 是的 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太习惯于看财报这个数据 所以就是何一级给我的提醒 给我们说 他说其实这件事的重点 其实不是电商策略有问题 而是Nike它陷入了炒短线的这个疑运里面 他说很坦率说 如果他没有电商策略 他不在网络上面买 但是他如果他的品牌跟他的产品是炒短线的 他有办法成长吗 显然也没办法吗 所以说他说这个问题是说 品牌商他在刚接触到电商的时候 被这种有点习花的状态所吸引了 那要打折扣也很容易吗 我先把产品价格打高一点 然后再下沙低一点 这样的游戏 他们也是刚开始玩而已 所以他们被这个东西就是食髓滋味 吃的太多中毒了 意思是说 他说Nike需要调整的事情 其实是当你要进入虚拟通路的时候 你的产品路线本来就应该有点改变 什么是打长的 什么是打短的 什么是适合在实体卖 什么是在网络上面卖 他这个两手策略 他们在这个发展的历程里 调配的太太不好了 这才是出现了他最大衰退的原因 可是像有一些朋友 我们有在跑步的人 你知道我们都会是去实体的店面 去公馆去台大 去那附近 然后呢我们就去穿鞋子 然后穿好之后呢 就谢谢 然后我们就走了 去看别价 可后来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订了 对因为就在那种大的平台上面就订了 而且价格还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你觉得实体有没有必要性啊 实体啊 因为你宽绚或者是窄绚 或者是有一些size可以有半号的 有一些是没有半号 你一定要去穿啊 尤其鞋子 是是是 所以他实体通 可实体通过还有别种原因啦 比如说他会跟你介绍 适合你的脚型 你在网络上你可能 当然也可以看网友的说法啦 但是网友的说法 可能你也花很多时间嘛 对 那如果有人给你试穿 或者是有不同的品牌型号 我觉得还是有差 这也是为什么他实体通路 一直长期来都在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 实体通路其实比较好卖新品啦 对 因为新品它 它有点需要讲一个故事 就是比如说我需要 就是有个人跟姐说 我这个鞋子是信念款 它在哪里增加了什么样的细节 或是我们这次用了什么材质 让它在推进的能力 变得有点不同 你要不要穿穿看 它包覆感比较好 好适合去卖 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网络上面 它用直接用文字跟你说 你可能没那么清楚 除非是KOL给你讲啦 对啦 但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的 一个行销通路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 实体通路跟虚拟通路 它本来就应该有两手策略 Nike在过去的五年 迷失在这个部分 所以让它今年就完全跌下来了 那也不是只有Nike跌 阿迪达也跌落神坛了 不过它的关键是代言人是不是 是的 就是饶舌歌手肯爷嘛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它有个鞋子叫YESI 哇塞 在它还没有跌下神坛之后 你知道YESI 这个溢价款随便都好几万 好几万 鞋子好几万啊 身份不可思议 我每次都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有时候是去Editors的门市 买一些便宜的鞋的时候 顺便跟他讲说 我可以试穿看看吗 我就是想知道那好几万的鞋 穿在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啊 就是在云端啊 哈哈哈哈 就它确实鞋底有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一个胶质感 然后然后它的 因为它的鞋面的那个编织啊 那个包覆性好像有点不同 但我觉得我还是被它外型迷惑啦 因为它就是长得比较好看 哦 对 yes 但是因为也自己其实在就是先前 就是创造了非常大营收 他们 他平均一年可以为Editors带进 单是这一个系列鞋款 就可以带进好几亿耶 嗯 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鞋款 这鞋款就是非常有名 它一部分是因为它 它本身用的材质就比较好 嗯 然后再加上肯爷的代言 因为肯爷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嘻哈歌手 他自己个人风格很强烈嘛 嗯 那还有他的那时候的老婆是金凯 凯带 金 OK 就是那位就是很有名的名媛 OK 所以他们就是风格很强烈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 他们 那成也他 代也他啊 是啊 哈哈哈哈 所以重要的问题就是 他在最近可能也有点 就是就是有点失控 所以他在就是连续好多次 就是在 呃 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说了一些 就是呃 就是有点违反大家想象的事情 比如说他可能支持希特勒 或者是 对对对 或者是支持犹太的策略 反犹太 所以当然就兴起了一番 一波非常强烈的这种 就是反对的意识 就后来 Edith也在非常突然的情形 在2022年底的时候 就切割了肯爷 就说我们宗旨跟拿了合作 但是因为这个宗旨太过于突然 对所以他们就是 他的库存的鞋子 一次就是要就是 要促销400多亿台币的库存 天啊 对非常惨 那你现在不爱了吗 我促销有没有便宜啊 我也是这么想 但我好像也没有捡到 哈哈哈哈 但我也确实觉得 我也我同意 我觉得我有点被代言人影响 因为他形象不好 我就老觉得穿了鞋 好像某些程度的支持他 心情也不是很好 对 对啊就觉得你也是个蛮奇怪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代言人是 Edith是很大的一个重伤 但是Edith的好处是因为 他在这一波 他的执行长也蛮厉害的 对他他在这一波成绩的时候 他们他们有一款鞋 叫Samba 很有名的一个复古的鞋 它是保底的 啊比较像潮流鞋 不是没有那么运动感 然后他这个Samba 他得到了就是去年年度的销售款的鞋子 因为他还蛮好看的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新的 就是支撑他的一个重点 但整体来说Edith的还是在 今年的财报公布的时候 吞下他30年来首度的负成长 有时候是因为肯爷的风暴 对你看两个老大跌落神坛了 但是由小品牌崛起 我们待会儿来聊聊这些小品牌的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金周刊的主编罗之盈 跟大家来聊 他们这一期的一个封面故事 那么谈到了这个邪界的 李扬大天王的 从神坛上跌落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 这个小品牌的一个串起 大概有时间跟大家谈谈 对于台湾代工业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了 那接下来要请这个 我们金周刊的主编罗之盈 跟大家谈谈这个HOKA跟ON 好如果你有听过 表示你是年轻人 费用是老人 他没听过 不过因为我有在跑 所以我知道HOKA HOKA也是年轻人介绍我买的 是吗 OK 其实HOKA这个牌子 是最近这几年 但介绍给你买的 它是在跑山的吗 它是跑越野的吗 对 厉害 对因为HOKA它主要崛起 它其实主要是因为 越野跑鞋 其实我们都知道 跑鞋大部分都做得比较薄 然后前面比较削平一点 让你可以往前倾 那可是因为 其实因为HOKA是一个 法国的越野的选手 越野跑 越野跑的一个选手 他所创立的一个牌子 其实蛮年轻的 大概是09年左右创立 你就说大约是15年左右的历史 那他这个 当时他创立的时候 他就觉得就是平常的跑鞋 他跑山很吃力 因为山还是有石头啊 要底要厚 对 他很想要厚底的鞋子 可是厚底的鞋子 为什么跑鞋是做薄 是因为厚底它通常容易重 重的话就会影响跑步的效率嘛 那可是越野鞋又需要稍微厚底去 让它可以抗震 或是踩到石头的时候 可以稍微 不要直接那么直接的接触到你的脚底板 踩到石头蛮痛的 所以后来 所以这个法国人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因为他小时候就在阿尔卑斯山跑来跑去 他觉得他就是想要厚底的鞋 所以他就寻找了一个材质 让这个鞋子发明了一个牌子叫HOKA 而且他取的名字蛮可爱的 叫HOKA ONE ONE 它是起飞的意思 是个很可爱的名字 那他的意思就是 他其实想厚底的鞋子 跑起来比较舒适 但是他又 因为现在材质的一些眼镜 让他即便厚底也不会太重 所以其实蛮轻的 我那天去穿也是觉得蛮舒适 那他也觉得鞋底应该要更包覆感一点 因为厚底他可以比较稳定 你踩到石头的时候比较不会扭到脚 不会翻船 底比较厚 但是他就是他想要更包覆脚一点 所以他的鞋子的里面 他做一个山形的 山的一个形状 比较包覆脚的两边两侧 所以他包覆感比较好 那他的这个鞋子就在 一开始就在跑山的这个圈子红起来 很快就在跑山圈红起来 那很快他在四年之内左右 就被一个美国的鞋业牌子 叫Dekkers买下来这个集团 他当时买的时候 他一年营收在才两亿多一点美金 他买下来之后 到现在已经不止了 十倍以上成长 他也带动了Dekkers的这个集团 他的市值在最近五年成长将近快要四倍 就是百分之三百多倍 三百多巴 所以他这个情境是Hokka有个原因 但Hokka有个重要的关键 是今年大家特别多人讨论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拜登穿了 是拜登之前不是有一阵子蛮常跌倒的吗 就上飞机的时候就绊倒 或者是演讲完一转身就跌倒 那他后来在没有那么正式的场合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他穿的其实是Hokka的鞋子 代言人 他是比较胖胖的底 然后走起来比较稳 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容易跌倒 号称是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走路鞋 也是因为他后底的这个关系 这是主要是Hokka的原因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On 这个On也是一个小众品牌 但的确也有很多人在高度的关注 是的 因为On它其实全名是On Running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都叫也可以叫On跑 那它其实是一个瑞士的牌子 那它也是个非常年轻 大概也是15年左右的牌子 它是10年创立的 它在瑞士成立之后 它的创办人其实也是跑步的 也是跑步的 它是跑酸铁 它是跑平路 它觉得跑步的时候 就是它想要有一个推进感更强 所以它曾经把那个塑胶的那种水管 贴在那个脚底板 让它可以踩下去的时候弹起来弹快一点 所以它就是用这个概念 后来它就创立了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最大的特色 它鞋底是一层牌 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很大的洞 然后就是跑者的说法是 它觉得很像战车的那种履带 它可以往前滚 但实际上是它这个发泡的这个样子 是一个很大的洞洞 所以当你踩下去的时候 这个洞会同时从垂直跟水平 就是压扁 然后再很快的膨胀起来往弹 也就是说当你踩下去的时候 它会比较有弹性 压下去了 但是你很快你会感受到一种推进感 可以往前 它就会增加跑步的效率 当然On Running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代言人 那个人就是瑞士特快车费德勒 对 费用就因为这个要去买了 是是是是 因为费德勒它在一开始其实只是代言 但是它很快就入股了 所以它是 所以它看到前景了是吧 是的 它很快就发现 嗯这是个不错的牌子 就很快就加入 而且它因为瑞士这个国家 它是瑞士牌嘛 它很快就占有瑞士市场销售的市场 它是有一个home market的 很快就开始打世界杯 它就开始进入了世界的领域里面 这也是On Running非常重要的 那你觉得这两个小的小众品牌啦 当然它现在品牌你说小也不算小啦 但它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 它还是强调潮帅嘛 但是它功能性更强对不对 嗯是 它就同时 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品牌策略都稍微特别一点 就是它一部分是生根 就是运动精英这一群 对 然后一部分他们也会找别人 就是找一些明星代言 比如说Hoka 它其实形状虽然是胖胖的底 但是因为它 它的设计上面 因为它胖胖的底 看起来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流畅 或是没有那么有流线感 所以长期来 其实大家称它丑怪鞋 哦 它的颜色也很鲜艳 但是因为它刚好搭上了流行老爹鞋 这种流行的穿搭 所以也受到就是明星的欢迎 比如说格尼斯派特罗啊 或者是瑞斯尼维 只要明星有穿 那个加持的效应就会高了 是的 他们其实普遍来说 他们都喜欢想要找一些 不是主流品牌的小纵牌 看起来有性格嘛 就是我觉得跟别人不一样 它的效应 它的机能也特别好 所以就是HokaGone Running 其实都有在同时经营 精英品牌跟明星的品牌 所以他们还会找一些 像是瑞士的这个 他们很早期就跟LV这个集团 做联名代言 所以他其实很快也打入精品圈子 就设定了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贵的跑鞋 的一种这种概念 我记得那个Adidas也很喜欢 跟很多人联名 是 对 是是是 但其实最厉害的联名 其实这件最厉害的 其实是亚瑟士 我们这次的新运动天王里面发现市值第五名的亚瑟士 他是老牌回归 他最厉害的其实就是这几年 他们跟非常多的有趣的品牌合作 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比如说今年他们跟有一个日本的珠宝品牌 叫做Tasaki 就是一个珠宝一粒一粒的 珍珠的 对对 好厉害哦 郁芬姐 你为珠宝你就知道 他跟珠宝品牌联名 对 所以他的鞋子很漂亮的 就是他身上看起来是亚瑟士的标准纹路 但他身上是有珍珠串的 哎呦 我得去看一下了 是的 还蛮美的 那像这样子 当然老将 当然有他的江湖一个地位 虽然他暂时的一个从神坛跌落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还会再上去 那另外小众的品牌 也在争取这个上位的空间了 对于台湾的代工地位有影响吗 跟冲击吗 有的有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全世界的运动鞋大概可能三四成都是台湾的台厂做的 那其实Nike他的主要代工厂是丰态 或者是保存 对 但是他们其实都有受到一些波动 尤其是丰态 因为丰态 他其实他的 他的销售额中有超过一半是Nike提供的 所以Nike的不稳 其实也影响了丰态的状态 但是其实保存他的 他的产品线比较多元 所以他看起来波动没有那么大 但同时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这是代工厂的部分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的他们的稍微 呃呃呃呈浅一下 哦呈浅一下 呈浅一下 当然也促使了一些新的台厂 哎不是应该说台厂的一些新势力的崛起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侯卡 他主要就是台湾的莱翼在代工 哦 哎对 莱翼他们其实在前前几个月 在就是印尼有新开一个厂 他刚开厂竟然就有他们的总理左客位去探访 哦所以现在算是对很重视 所以呃其实他也得到了一些新的一些助力 让一些呃就是没有那么大 但其实他们也都很大了 就是就是比较呃 Tier 2的这些鞋场 在这一波有了一些新的动能可以往上 其实也是一些不错的事 哦反正我觉得他只要留在台那国国国内就好了 对留在台湾这就是一个关键了 好这一次不是只有运动人口的增加 然后品牌的一个增减 还牵动到台湾代工的一个品牌 那在这个整个封面故事当中 我觉得做的蛮完整的 你会不会觉得忽然小品牌崛起 他原来是有原因的 让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金周刊的主编 罗志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志盈 谢谢 谢谢